呃 大家好 我們這組是要報告台積電中毒事件 然後這是我們的主言 然後我是演講者 曾祥君 這是目錄 事件敘述 台積電新竹某晶圓廠進駐一台 產線新機台 安裝時採取如果去數萬台 新機台部署一樣的作業流程 新機台安裝前 應須完成一系列人工檢查作業 但安裝人員還沒掃讀前 就將新機台連上網路 災情 在15分鐘內 新機台內藏WannaCry變種病毒 開機後自動感染其他足跡 然後WannaCry自動掃描統一網路內的所有電腦主機 發動Internal Blue漏洞攻擊 進行擴散感染 說到Internal Blue漏洞攻擊 至於原本這個是美國國安局所開發的一種漏洞 漏洞 漏洞 城市 但是後來被一些 被一個駭客組織所 洩露出巨島 導致就 就很多人 很多駭客都可以利用這種 漏洞來攻擊 但是後來 微軟其實有發布一個 修補程式 然後修補這個漏洞 但是 其實很多 很多用戶都沒有 更新 所以導致 Internal Blue漏洞攻擊還是持續的 存在 所以其實有些人就不會受影響 對 然後他們就發動Internal Blue漏洞攻擊 進行擴散感染 然後數小時內 WannaCry擴大了感染各地晶圓場 然後在海內 因其下所有半導體場 都串連到同一個生產內網上 導致病毒快速 散播感染到北中南科的 地 的廠房中 主要中毒機台 產用的是Windows7系統 然後 那個時間點也沒有 因為 大家都沒有更新到Windows10 對 海外 台灣廠 與海外 在廠區間 則設有防火牆隔離 因而阻止了WannaCry的境外感染 台積電各地晶圓場陸續傳出更多災情 甚至多廠 產線中斷 更多產線機台或天車系統 因WannaCry變種病毒 而防身大 即或重開啟情況 其中 又以7奈米 12奈米 等先進製程產線的中毒災情較大 要天車系統 天車系統 就是自動物料搬送系統 呃 這東西的應用其實範圍還蠻廣的 機場貨物運輸啊 自動化工產物料運輸啊 甚至圖書自動搬送系統啊 都是 都是可以的 然後其實應用最多 在工業上應用最多的就是半導體晶圓場 然後他其實這個系統其實可以快速的精準的 將物料搬送到目的地 減少晶圓生產的代字或作業疏失 因為預估損失金額超過3億元 台積電也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召開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 由台積電總裁為責加親自帶頭 連同代理發言人 財務主管 IT主管 資安主管 公開解釋機台中毒事件的始末 以及未來因應措施 進一步盤點後 台積電預估損失約58億元 比原選預估的78億元損失再降低 短期措施 優先解決延遲交貨問題 預計第四季全數補回 並對顧客說明事件處理細節 另外台積電將開發新機台安裝自動檢測機制 搭配人工檢查並行 並建立聯網防待機制 只有完成雙重檢查的設備 才由系統授權點上生產內部網路 以排除人為疏失 長期措施 台積電承諾將持續與資安單位合作 強化相關資安系統 另外也會安排合適的時機 進行所有機台 Windows7系統的更新和修補工作 修補跟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測試事件敘述問題 USB的感染 台積電過去一直是資安模範生 層層管制 嚴格把關的種種資安措施 各為人津津樂道 甚至視為業界最高標準之一 不准任何一支USB都不能入場 就連全球科技大廠執行在 來參觀台積電廠房時 都得在門口櫃台攪出手機 筆電天上封條 最後還是因為USB裡面內含病毒 導致插入機台時 感染機台 其實USB的感染一直都是 很常出現的一種商業手段 對 因為大家都很好奇嘛 USB裡面有什麼 東西 然後再來是 WannaCry病毒太特殊 這一支病毒 具有主動感染功能的電腦 它會像系統預載程式一樣 只要一感染的電腦一開機 短短幾分鐘內 就會開始掃描 同一網路上的其台電腦 一發生有 SMB漏洞的電腦 就以Internal Blue攻擊程式 主動入侵感染那一台電腦 台積電維修人員這一個違反SOP的小動作 先連網再掃毒 就讓這隻乳蟲病毒有了可乘之機 開始發通攻擊 錄清其他電腦 這是第三個中毒關鍵因素 遇上一隻自動感染的WannaCry蟲 補充 結構系問題 其實OT領域最重要的守則 是製造設備穩定運作 生產效率極大化 同時管理者要能夠即時控制製造流程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過去資安一直不是OT領域的考量 而且過往針對OT領域的資安威脅也不大 因而製造設備額外安裝資安防護軟體 對生產效率帶來的影響 遠大於系統被攻擊的潛在風險 製造設備的更新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即便機台內宅的作業系統廠商已經釋出修補檔 但負軸OT的人員可無法自行安裝 而必須由機台廠商來執行安裝與更新 因為OT設備有許多非通用的元件 而其驅動程式就只有原廠能夠提供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使台積電有專業的IT人員與OT人員 也是愛摩人柱 只能依靠機台廠商 其實這個有點算是我的猜測啦 打擊iOS市場 因為這時候剛好有一款新 就是那時候剛好有新款iPhone的核心零件A12處理器 如果剛好這樣打擊台積電的話 就可以順便打擊iOS市場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衝擊到進來登上全球第一 加造元企業的蘋果 年度最重要的新產品佈局 而且還可以衝擊iOS生態系統 但還蠻有力的 然後再來是人為舒適 其實原本新機台上線的程序 是必須通過方多軟體的檢測 才能連上網路 但這次的舒適是 安裝人員先將機台連上網路 再開始進行方多處理 其實我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台積電真的太吵了 導致他們其實真的工作時數很長啊 所以他們就真的很疲勵 所以才導致有這種舒適 這也是有可能 以上這兩點其實是我自己的推測幾項吧 因為張忠寶跟資訊長才剛退休嘛 然後一交棒給劉德英 台積電就頻頻出現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 其實這導致張忠寶 看人眼光有收到質疑 但這個消息也是我自己 好像有聽說過這些資訊啊 也不能完全說真的 應該還是有備受質疑 然後打擊台積電 就跟類似打擊IOS系統很像 因為你知道 台積電是半導體金融代工率 代工第一試占率嘛 50.5% 然後2009全球15大半導體公司 台積電也佔第三嘛 然後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是三星 有可能三星想要 然後就由這次病毒來打擊台積電 來獲取台積電金融代工的訂單 然後讓客戶對台積電 失去性能 其實這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再來是機台OS更新問題 有這三點 其實這跟結構性問題有點像 但是還是有一些 就是針對不太同 就是不太一樣的地方在討論 對 然後第一是老舊設備嘛 許多老舊機台設備 往往使用多年 供應商早已不支援了 IT人員想要升級會擔心發生問題 無人協助不敢進行 然後第二點是設備關係嘛 企業採購機台設備 失望的是軟硬體整套購買 包括內部軟體 周邊硬體和OS系統 為了避免影響設備的效能或功能 供應商甚至不會開放OS權限 或禁止企業IT人員安裝任何軟體或工作 除非供應商自行釋出更新 否則科技業IT部門很難 應付這類機台的OS自行更新 第三點是Windows更新 對Windows更新 許多機台採用的不是標準OS 而是客製後的潛入式Windows系統 但微覽私處的更新往往以標準版為主 這類的機台也需要供應商才能處理 IT人員也不能擔保升級後會不會造成機台問題 台灣半導體人才的流失 因為台灣很多優秀的半導體人才 持續被中國大陸的公司給挖角過去 例如台積電前共同營運長蔣上義 資深研發梁夢松也被中瑞國際挖角過去 有台灣DRM交付支撐的高期權也跳槽到中國紫光集團 導致台積電整體戰力損失 再來是管理階層不敢承擔責任 其實這算是倫理問題 因為一位在南科擔任過半導體廠長的業界主管台 許多機台廠商在OS上還安裝了各自獨特的硬體驅動程式 微軟更新程式的相容性測試 根本無法涵蓋到這類產業專業的特殊硬體驅動程式 IT業是IT網網沒人承擔這個責任 或許因為這樣造成OS系統都沒有更新 造成機台暴露在高峰型中號下 會中毒根本是時間上的問題 再來是被影響的人物與組織 第一個是台積電吧 台積電已經是最大的收債戶 損失預估52億元 金元金元物料 重新調度成本追加原物料等 再加上交貨延遲的問題 台積電已經受到超級大的影響 再來是蘋果 蘋果新手機A12儲取器就是台積電生產 如果晶片沒有辦法提供 那蘋果的手機就無法提供 導致大缺貨 連帶蘋果粉也無法拿到手機 就會開始怪罪蘋果讓他們等那麼久 使蘋果名譽受損 說不知是金元提供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台積電高層 台積電高層因為這次世界會被指控監督武力 沒有善盡責任或管理不當 嚴重的話可能要辭職 然後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因為自己的失誤導致自己丟工作 或整個部門受到牽連 讓他們績效被打超低 連帶他的同事和主管也被他們牽連 然後在IT部門 由於他們IT相關的東西沒有做好 也會被追究責任 他們如果沒有做好或許 就不會被病毒入侵了 還有防毒公司供應商 因為防毒供應商提供的防毒 並沒有很好的防毒效果 有可能台積電後就不會再跟他們購買 防毒軟體 台積電客戶 因為竹科8吋廠 12吋廠以及中科FAB15 以及南科FAB14大當機 其中受創最多的應該是中科FAB15 當第四台積電7奈米最主要的重鎮 南科FAB14和竹科12廠的7奈米和12奈米製程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有可能導致蘋果超微揮達 研發科跟賽林斯等銀線廠商晶片產品受到影響 再是美國國安單位 台積電提供晶圓的供應給美國國防 還有很多美國的產業 所以如果台積電晶圓產一斷的話 美國很多東西都無法製造或被影響 還有美國想要防止中國半導體業發展 必須扶持台灣的半導體業以抵制中國發展 然後再來是美國的設備供應商 台積電的設備有些資訊跟機密資料都是跟美國設備供應商連動 所以台積電資料被偷或設備被害非常高的機率 連美國那邊供應商都會受影響 所以美國那邊也是很關注台積電的 然後最近不是台積電就跑去美國設廠嗎 美國也是可以究竟觀察台積電的 再來是替代方案 因為由於已經超過15分鐘了 這些其實就看看就好了 對建構合一的選擇這幾個 應該前面其實都有 都有其實都算有提到了 然後這是資料參考來源 謝謝聆聽 謝謝大家 謝謝上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